那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个美男鱼的故事 美男鱼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充满了期待是吧 只要看到美男馆 它会不会是鱼还是鸡鸭的 在很深的海底 有一座雄伟的城堡 里边住着一条美男鱼 它就是我弟弟 一个摇着鱼尾巴的男孩 我弟弟原来是人 原来是人 在他决定要变成鱼之后 家里就不准再吃鱼了 因为他不许我们吃他的同类 因为他不许我们吃他的同类 后来在他终于成功变成 成了一条美男鱼之后 震惊了周围所有的人 这在我们村里可是天大的事 村口的王仪李叔都在讨论 说你们老温家 怎么出了这么个变态 面对恶毒的言语攻击 我们全家人都抬不起头 家人跟他不知道吵了多少次 可是他通通都不记得 可能鱼的记忆 真的只有七秒吧 希望四大名著能不能帮帮骂醒我这个弟弟 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美人鱼啊 这就是我的苦恼 投诉的事实是这个 姐姐 大姐 姐姐 嗯 我们先来看看姐姐长什么样啊 来 我们有请 过到这 快去快去 你的 哎呦 哎呦哎呦来来来来 来来来 姐姐好 我来自河南 我来自河南 这个你弟弟是受了什么刺激 我也可苦恼呀 他是受了什么刺激 你说你从七八岁吧 你有这样一个想当美人鱼的 这样一个梦想也好 当年20岁2012岁的时候 在这社会上你要开始有工作呀 你开始努力奋发的时候 你还有这样一个 类似于变态的不切实际的梦想 你觉得别人能接受吗 我小时候也幻想自己是美人鱼 那你是女神呢 后来发现当美人就已经够难了 还要当鱼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放弃这件事情呢 自从认识镜子以后 你说吧 你跟着鱼说话也就算了 跟鱼说话 你跟着鱼说话也就算了 这个细节不能算了 咱们详细念头念头 跟鱼说什么 怎么说 鱼搭理它吗 鱼搭理它就成精了 他这样问鱼 睡一刻凉 然后他就是 就跟着鱼说话呀 然后我们那边有个污染的 就是有个工厂 能养 虽然说是能养鱼的水吧 但是它也是污水经过处理过的 他会觉得脏后不干净 脏后呢 然后弄个小网兜儿 一堆都是一下午 干嘛 钓鱼啊 把那些鱼弄回家去啊 家里有干净水啊 然后他养的 等会儿 他到底是爱钓鱼 不是 还是爱自己便宜这两回事啊 对对对 他是心疼那些鱼 他是心疼那些鱼 那你们家也不让吃鱼了是吧 不吃鱼啊 如果吃鱼 他的症状会是怎么样 他会疼吗 你打会儿 我们都不买鱼 他不会煎一条鱼在这儿 开始撒纸钱啊 像我们家人就是禁止吃鱼的 像我们家人就是禁止吃鱼的 我们来看一条片子 一个短片看看他弟弟的美人鱼梦 我美人鱼的梦想 其实来自于儿时的一个童话故事 人鱼公主 从此之后 我就对鱼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感 那有一天 我就突然萌生了一个 要真正成为一条鱼的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我要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鱼尾巴 在生活当中 每当我提起 我有想做人鱼的想法的时候 都会受到很多身边人的质疑 没有人来支持我 也没有人理解我 我真的为了这个梦想 我是孤独的 关于我的梦想 家人是很反对的 我这么努力的 这么坚持的在做一件事情 他们衡量的标准 却让我的坚持一文不值了变了 感动 你弟弟是哪一个 那个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美人鱼王子 文腾龙 王子 挺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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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年多大呀 今年22岁 刚毕业 没有 现在大三 那你怎么是美人鱼呢 因为我觉得我从小读了这个美人鱼的故事之后 我就会被他的故事感动掉 深深感动 对 可能是你读过的故事有点少 我小时候看过好多故事 那变不过来 小马国河我也看过 对 对不对 因为现在大家无法去寻找到美人鱼 然后我就想用我自己的努力 把美人鱼的形象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很好 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童话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你跟我说你要做什么 我要去寻找美人鱼 并且自己想真正地成为一条美人鱼 自己想真正地成为一条美人鱼 自己想真正地成为一条美人鱼